車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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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今天的中天車輛家 我是你的素人車輛 今天我們排隊排了好久 總算讓我們試到了這一台 Focus最新的SD手排 哇 Focus手排SD 怎麼跟自排開起來 那種快感完全不一樣耶 因為這個二檔上坡推力 完全不一樣 後面排氣管燃爆聲音 完全可以自己控制 難怪一開始 30台第一批的版本 全部都被秒殺 全部定光光 主要是因為 而且它的這個手排的感覺 第一個 它的排檔行程 是短了7% 而且那種扎實的感覺 而且輕重的剛剛好 有點像是機關槍連續開槍那種感覺 而且加上現在 甚至就連它退檔都會自動的補油 如果說你在S版本模式之下的話 自動補油是非常的積極 讓你省去你的根子的動作 再來加上它手排版本 比自排版本多的是Lounge Control 因為手排最怕是起步那一瞬間 前驅車放離額器 要來加速而不打滑 它是個非常高的技巧跟技術 就算現在呢 地上有點這個小潮湿 但是呢 它的抓地感覺那是非常的夠喔 而且搭配這個手排變速箱 固定在二檔山路上面衝 全增壓衝全油門衝 那種感覺 真的是自排車所沒有的感覺 你知道嗎 這手排版本呢 0到100是5.7秒 而自排版本呢 則是6秒 哇 真的是 這是old school 你知道嗎 手排比自排快 然後呢 很另類的是 手排竟然比自排貴 這都是這台的Focus ST 六速手排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Focus ST 光是這個燃爆聲啊 就是它跟一般的STLINE 最大的差別了 而這引擎蓋下面呢 更是精華 打開它 當然啦 138.9的車 沒有液壓頂桿 但是它是性能車嘛 沒有關係 而這顆2.3的EcoBoost 渦輪增壓引擎喔 280p 42.3的扭力 但是我覺得它 似乎有強化引擎腳啊 因為呢 你坐在車裡面呢 會有一種 好像一般車引擎腳斷掉 那種振動感 它無非是要讓這個強化引擎腳 讓引擎的力道傳輸更加的直接 但是福特也不是沒有缺點啊 你來看一下 這個葉子板旁邊的隔音材喔 它是一個黑色的袋子 裡面包著棉花 下面還有一個綠色的海綿 這個質感喔 就不太像是一台 低進140萬的進口車的感覺 這些呢 都是必須要 好好的研究一下福特 搞不好 國產的六盒製造的 ST-Line呢 都還比這個隔音材來的好一點 那當然啦 講到這個車頭的造型喔 這個從200年開始呢 就是這麼帥氣的車頭 其中馬丁頭呢 它是改成這個 所謂的蜂巢式的設計 這邊呢 則是有個ST的字樣 還有大燈呢 現在我們的ST-Line也改成 這個這樣子的 旭日之刃的 這樣子的日行燈 其中的這個大燈呢 包含了自動水平啊 自動遮蔽遠光燈啊 自動起壁啊 通通都有 非常棒 而這車前面呢 甚至比國產還要低調喔 像這塊下巴 它則是霧面設計的 國產的ST-Line 這一塊都是同色設計的 所以說ST車頭 真的是十分的低調 而側面這邊呢 它原廠搭載是19吋的鋁圈 其中呢 前面的煞車 是330mm的 搭配的是雙活塞的卡鉗 而這胎圈組合呢 則是19吋的 Pilot Sport S 它是福特原廠呢 跟這個米其林的 一起合作研發的 非常棒 它的車門旁邊 都有這個防撞條 你看 一打開車門之後呢 會自動的伸出來 四個門都有 關起來 它自己會縮起來 你看 它會這樣自己伸縮有沒有 前面有這個防撞條 後面一樣也有 這對後座的乘客 非常的重要 你看 一樣自動伸縮 打開呢 它就會保護這個 車門的邊框 一關起來 它會自己的縮進去 這設計非常的棒 而且好像是福特獨有的 在車輪這裡呢 也非常低調 ST的版本呢 除了上面 這個加大的尾翼之外呢 再來 中間這裡呢 Focus的字樣取消了 取而代這是一個大大的ST 雁雲震聲 下方這裡呢 則是呢 Diffuser設計之外呢 還有這個福特特調的排氣聲浪 雙出排氣管 而且這排氣管呢 非常的不修編幅 直接兩個踩管伸出來 但是聲浪又是非常非常非常 二年式的Focus ST啊 車裡面這一張的專屬ST的 Recarlo賽車椅呢 一樣沒有被偷掉 雖然說呢 沒有了電動調整 好像國產的ST-Line 有八項電動還比較棒 但這張包覆性 不愧是Recarlo啊 非常棒 而且呢 前面預購30台這車組合 非常棒的是 福特Performance給了這個 專屬前面30台的 碳纖維的排檔頭 這後面再買呢 會不會有 福特原廠沒有說 但是呢 這個排檔行程呢 比起的前一代三代呢 縮減了大概是7%左右的排檔行程 而且打起來呢 宛如機關像一樣 非常非常的棒 只要看到了 有個彈射起動的字樣 按下去 只要按OK之後 現在馬上就可以來啟動了 而且呢 只要打路一檔 油門全開 它會自己停在3000轉 下次全油門3000轉 你只要放開離合器 瞬間衝 它彈射起步 就馬上衝出去 這個是專屬 這個手排版本才有的 非常非常的棒 至於呢 旁邊這個SYNC3的系統 以及呢 雙區的恆溫空調 以及QI的無線充電板 以及Type-A的插座 通通都有 國產的ST-Line 它後座的門板 是軟質塑料 但是這個進口的ST 竟然是硬質門板耶 進口竟然比國產還要糟 這真是讓我超乎意外 但是Focus的特色 它的傳統 一樣 安全帶 後座 你只要把後座的椅背倒平的話 再把它副位放回去 安全帶又被卡在裡面 又不見 萬年不變的傳統 希望福特看清楚 安全帶不要再被扣在後面 在22年式的後座 還是有新增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中央扶手放下來 後面這裡新增一個雪橇的穿透口 在台灣剛剛沒有雪橇 但是呢 要到後座去 拿外套 不用打開後座箱門 這個滿方便的 這個給個讚 打開ST的後尾箱門 裡面一樣有340億公升的置物容量 而且十分的方正 不過要特別講的是 到底國產跟進口差距在哪裡 這台是身價138萬9的進口ST 不過後面人家的板金 同樣是這種直接看板金 它的NVH工程似乎也沒有做得特別好 當然是進口版的 它的這個防水膠的塗層 就比國產的版本來得更加的漂亮 這個是國產的進口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 包含了BMO的重低音 以及BMO的這個擴大機 全部都擺在這個下面 只不過夏天會不會過熱 這擴大機擺這裡 我個人覺得還是有點疑慮 我還真心羨慕了前面 預購了30台的幸運車主 他們買到了 因為後續人如何交車 什麼時候會交車真的不知道 但光從福特原廠引進這個Focus ST的策略 包含了手排 包含了SLS輕量化版本 包含了Wagon版本 通通都有 真誠意實質 但現在就有人說了 既然引進了先輩版本的六速手排 那什麼時候要引進 所謂的ST Wagon的手排版呢 還有國產的ST Lite Wagon版本 什麼手要國產化呢 這些都是福特車迷們想問的問題 我們就等福特六合給我們一個好消息吧 在賀包含了 感谢观看